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我們今晚又要討論一個 可以這麼說,全香港人全世界都在討論的問題 就是豬流感 豬流感又回來了 那就是怎樣呢? 我們是否應該好像各地的人 或者原來又開始震了 但我們過去幾年都說過 其實我們始終都不向歷史學習 所以我要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我們今晚跟李永康、金銘賢 跟大家一起再重新 大家從不同的角度 看今次的豬流感這件事情 我昨天下午在赤豬吃飯 突然之間接到牆壁電話 然後電話出來 有一位朋友在墨西哥市 打電話給我 他電話一開聲就說 我現在在墨西哥豬流感 最嚴重的地方 打電話給我 他說 咦,做什麼鬼? 你在那裡做什麼鬼? 他就很明顯去看看 那方面的豬流感發展的情況 他就基本上說 他的情況是遠比我們在傳媒裡見到 聽到嚴重得更加多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恐慌性的 那些人就是 醫院裡面都說 我們沒有了針打的了 藥都搶到清清光光的 雖然在香港傳媒都有很多報道 但基本上情況是遠比我們想像中嚴重的 因為這是一位醫生朋友 他也是從事自然醫療的 所以我也跟他說 其實墨西哥是有不同的醫療方法的 那你便去探聽一下 在墨西哥的銅萊療法醫院裡面 在扮演歷史的醫院裡 那他們怎樣處理呢? 因為傳媒從來都沒有說 任何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他立刻跟我說 他說我不可以說 因為我一說了 律世衛一定將我趕走 不會讓我再參與這個問題 由此可以看到 在我們平時所聽到 世衛很大體 希望我們全世界發展不同的醫療 但很明顯真相完全不是這樣的 那醫療你這位人兄 他跟世衛做事嗎? 我估計是 因為他會去過幾月 他會去過幾月 我會去過幾月 我估計他是 很明顯 他所說出的訊息 情況是遠比我們想像中嚴重 好了 亦都從我們傳媒所接收到的訊息 其實是很不同的 當然 我記得我有個同學 在大學讀書的時候 這個同學很聰明 很聰明的 她專門讀歷史的 我經常看到她讀書 很有條有理 很快的 然後可能十二個星期的課程 她十中程自己解決 那就早些放假 因為她讀歷史 我又會問她 她說了一件事給我聽 她說 如果你要了解真正的歷史 就不是正史那裏去看 你是由野史那裏 你就會真正正正看到 真相是怎樣 剛才我這位朋友 在墨西哥打電話給我 其實都給他看到一個訊息 真相不是我們一般大傳媒可以看得到 在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很幸運 我有一個互聯網 互聯網上有很多很多很多 有這方面的資訊 可以這樣說 就是所謂的 主流的傳媒 是不會報道的 其中我們看到一個訊息 就是這次流感到底如何出現 其實這全部都有報道 亦都有一個醫生 一個醫療主管 一個某個機構的醫療主管 他在無意中透露出來 這次流感的品種很奇怪 似乎是有幾種流感病毒混合 它包括一般人類的流行性感冒病毒 以及那些禽流感 北美洲禽流感的病毒 也有了 以及歐洲的豬流感 加上亞洲的豬流感 即是現在他們發現到 這次H1N1所謂的流感 其實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感 所謂的Fragment 也組合成的 有一位醫療主管 無意之間說 這個流感應該是人造出來的 是一個實驗室裏面造出來的 就不應該是一個天然的環境 是演變出來的 在網上有一個資料說 如果要一個這樣的 即是這麼混雜的流感出現 基本上就要有一個禽流感 即是禽鳥在美國 在北美洲 患了流感之後 就會去感染歐洲的豬 跟著這些歐洲的豬 就要有變種 即是在它的基因 要有些變形 跟著這個豬 這個鳥 又要再將這個病毒 再飛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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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到亞洲 由亞洲再感染亞洲的豬 而這些亞洲的豬 也要有變種 有經過變種的過程之後 才可以將 變種得來 也要保持 變得來 你不要失去其他 歐洲的豬流感 和北美洲的禽流感 那些元素 還要它成為 人和人之間 可以傳播 才能夠出現 這次的流感 在墨西哥 在網上有人傳言 是故意放出來的 那哪些人 或者有什麼解釋 會做這些事情 一種說法 就是 可能有些政府的機閣部門 或者有些國家政府 希望將人口減少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所謂生物的恐怖分子 想消滅很多人 也有可能性 這兩者 可能是同一類的人 就是同一種的人 同一種的人 是在做這些事情 啊 醫生 但是 現在確確實實 又 就是 抗散開去 剛剛 美國有一宗病例 28個月的一個女嬰 就 確診 死了 是啊 香港買口罩都買不到 我都 是啊 那些人 又抑起沙士的時候 怕 搶口罩 有些 有些 還有那些 特敏福 三百多元盒 炒到八百多元盒 這些報紙都有很廣泛報道 是啊 是啊 其實 很多衛生當局 都說 特敏福 未發黑已經說 又有抗弱性 等等 Doctor 講來講去 究竟怎麼醫 其實 這個問題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麼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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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問題 我今天在坐的士的時候 又跟一個的士司機聊起來 他們都說 怎麼說好 我們的士司機 最糟了 是吧 最有機會 去吸收到這些病毒 那我說 唯一一件事 你還未把窗門打開 現在這幾段時間 天氣又不太炎熱的話 就算 你不打開窗門也好 你開冷氣的時候 你會用通風的系統 還未開到盡 因為大家會看到 官方都會說 現在的傳播的途徑 很明顯是由國際的 所謂飛機的旅遊 每天都不斷地 數以千計地 來到飛來飛去 那大家知不知道 在飛機上面 它那個空氣的流通 是很局限的 就是為了它們要省燃油 它們的飛機裡面 它們的通氣方面 它們不會經常放些新鮮空氣 它們用舊的空氣 是不斷地再用的 你應該想一下 我們在這麼多的國家 已經有頒布不同的 所謂的處理 一級一級升到上去 香港也要通過一個法例 將這次的豬流感 當為一個傳染病 是一級多 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 如果這是一種傳染病 政府有權利 將你隔離 強逼你接受某種醫療 你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整個 我們那個所謂 個人的自由 是完全被人摧毀了 亦都是很多的所謂 最近在網上 大家有機會上網 看看這些資料 這是我們今次的金融海嘯 杯話有人操縱的 它最終目的是 摧毀全個地球之後 成為一個世界的新秩序 網上的資料 這麼說 這個金融海嘯 摧毀的力量 還未足夠 還未足夠 加上 製造這些疫症 將整個全球 可以用一個藉口 將它統一化 因為金融海嘯 對於一般 又不是很多錢 不算 沒有什麼 嘩 死人 還不怕 因為它要統治我們 當然有一個法例的手法 要控制我們那個自由度 你說金融海嘯 它很難做一些法例 要監禁你 又監禁你 又要成立所謂的 Martial Law 好像麥犀哥史 全部軍隊出現 這些事情 他們是做不到的 需要另外一個災難性的局面 政府才可以有一個藉口 做這件事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政府會出眾這麼嚴厲的手法 限制我們個人的自由 但其實真正傳播的途徑 其實是由飛機來的 而飛機為何會這麼危險呢 因為飛機的空氣是不流通的 即是我從來沒有聽到 所有航空公司 政府要規例 所有航空公司的飛機 都要打開空氣 要流通 就不能夠因為省油 將空氣的流量 減到很低 那沒有 從來沒有聽過 其實這是最主要的途徑 這是一個源頭 這是最直接的傳播流感的途徑 為何從來沒有政府說 所有航空公司規例 一定要打開它的窗 不可以為了省油 將空氣 抽多些生風進去 不斷地放走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風氣減得很低 真是很有趣的 這是一個源頭 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大家都知道 他不會這樣做 反而古巴是第一個國家 和墨西哥暫時斷了航空的航班 即是古巴和墨西哥兩個國家 互相的航班斷了嗎 是的 停了它 但墨西哥是一個大的主要城市 有很多食物的運輸 所以他們做不到這件事 但其實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個時候的燃油會浪費少少 至少將空氣流通一點 也不會太多 不知多少 總之他們過去的習慣 都是將飛機上的機艙空氣 通常是循環的 他不會不斷地放新鮮空氣 所以其實首要第一件事 應該是所有航空的班機 第一件事 就是應該將空氣流通 全面百分之百來流通 是這麼簡單的 為什麼全世界都沒有人說 也沒有人做呢 做了其他 我們特區政府都做了 他們說了很多事 首先 今天就 整了個隔離的中心 即是在西貢 麥里奧夫人度假村 還有準備全民大清潔 還有在口岸 看看有沒有發燒 那些 如果有疑似的 就送你去醫院隔離 那些 但是 衛生署那些顧問 他們自己都覺得 都 都不是說 真的幾有用的 其實 現在所有的措施 都跟我們以前 對付沙士 和對付禽流感 的措施是一樣的 沒有改變 問題就是 他只能做這樣 OK 你就算再去重複一次 如果是重複是有效的話 一早 沙士和禽流感 就已經搞定了 就不會再有其他東西 但是你現在再重複都是沒有意思的 有什麼意思呢 現在他的意思其實就是一個好意 就是 Deem to be do something 即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不過做著一些事情 即是我做了事情 你們自己想 這樣 即是一個管治的手法 其實我真的想問一下你 即是 一般市民都是無奈的 怎麼搞呢 我們再看看 即是 那個情況是怎樣 那一般人都會想 可以打針 是否要注射 那麼 也都有很多 但是他都說沒有什麼作用 沒錯 因為呢 其實呢 注射那個問題 在墨西哥市 已經證實了 是沒有用的 在墨西哥 這是活聯網上的資料來的 也都是BBC的website 那裡 已經放了上去 其中呢 在墨西哥醫院裡面 有些醫生 是說報道 其實那個情況 遠比我們傳媒報道 是更加嚴重的 他說 基本上 他說他自己工作的那個 那個醫院裡面 基本上 是差不多每天 起碼有三四個病人死亡的 OK 這個已經是持續了 成四三個幾個星期 你想想 只是說一間醫院而已 只是說一間醫院 已經差不多是三四個病人 每天死亡的 而那些死亡的人的年紀 通常都是二十歲到三十歲 二十至四十五 他就說 在我們面前看著他死的 很多醫生都沒有什麼做的 還有一個地方 他說 我在墨西哥市最大的醫院裡面做的 他說 這個情況 根本是完全失控了 他說 當然沒有把真相告訴你 他說 他說 他自己有兩個醫生同事 在這間醫院裡面 已經死了 在過去六天裡面 已經死了自己兩個同事 他們全部都打了針 全部都打了針 他還打了兩針 是的 他說 在當段時間 官方說 死亡人數是二十個左右 他說 他所知道 起碼二百個以上 他明白了 為何要防止人們恐慌 但他認為 說的真相是很重要的 如果這個情況 遲早都會出現 大家不用騙 不用騙來騙去 所以他說 香港人很常會問這個問題 我們是否要打針 你看到 BBC的音響片段裡面 報道了 當地醫院裡面 那個醫生 自己也說 有兩個醫生的同事 在六天之內 已經打了針 所以很明顯 打這些針 其實說真的來講 那個效果 根本是沒有效的 還有很多時候 他發現 有些時候 不打針 尤其是一打針 整個就會爆發 這個情況 其實傳媒 從來都不再重新 來溫溫的歷史 我們這次的題目 其實 我們應該在歷史裡面學習 很多時候 在歷史上 過去已經發生過 其中一個是 1976年的時候 在美國 曾經有懷疑 有懷疑 有出流感 當時他們的即時反應 就說 不行不行 我們要即時 全國性 進行一種強迫性的打針 總統先示範打針 當時福達總統 為了帶動大家去打針 他就直接想去電視機面前打針 好像是假的 不是真的打的 好了 但當時出現的情況很有趣 大家應該再和大家溫故之身 當時美國政府說 我們要打針 有人推動說要打針 但是當時那些藥廠沒有人肯做疫苗去打針 疫苗注射 原因是因為藥廠都知道這些疫苗注射 背後有很多副作用 萬一打針之後 那些人中招或者死亡或者傷殘 那些疫苗公司就會被受害者告 所以政府雖然要求有人打針 但美國沒有公司肯製造疫苗 結果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政府就說 算了算了 我包底 如果你打針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政府就幫你做背上 在這種安排之下 那些藥廠疫苗公司才開始製造疫苗 好了 那接著就全面去打針了 那打到沒多久 就開始發現 那些人 開始有些老人家打針之後 就無緣無故死亡 那初初他們都不 即是未看出那個問題 但結果死亡的人數不斷增加 那也有很多人打針之下 就傷殘 出現一個叫Garry Berry Syndrome 就是整個人 可以說你的神經系統 全盤是破壞了的 結果有五十六人 好像五十六人 是因為打針而死了 當時 沒有停止再打 成千多人 停止再打 就賠錢 賠錢 政府就賠了數以一計 然後又沒有發生 那個疫苗 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即是那個疫症也沒有發生過 疫症也沒有發生過 近日 無論是世衛也好 香港的微生物學專家也好 個個都說 1918年 那次大流感的嚴重性 不如請你又說一下這件事 究竟是甚麼 我會和大家再溫溫的 講這個歷史 這個歷史 其實我以前也說過 又是那類流感 我們經常說 有一種的說法 因為這些疫苗的針 是會導致這些疾病傳播 這個有沒有根據 其實在最近 已經有一間疫苗公司 是被人發現 他那些疫苗的物料裡面 其實已經有這些所謂 活生生的流感病毒 將它注射下去 他直接加這些病毒 而將這些疫苗的物料 送給18個國家 這間公司是被人罰了很多錢的 但公司的總裁那方面 好像不了了之 其實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個情況 不是憑空作出來 是真真正正的 有一間疫苗的製造公司 曾經被人發現 他故意將一些活生生的 禽流感病毒 注射到疫苗的物料裡面 所以有時候你會問 為何他會這樣做呢 背後有些什麼人得益呢 不過 又有些很催暢 香港有些醫生 還要出來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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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那些 都要打 都要打一些流感針 因為他說 他可以令到其他流感病發率低 如果你都中招 即是說你是豬流感 這樣都可以 那些logic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譬如你打了甲型流感 你不會的 但都中招 那些是豬流感 即是你病發起碼不是甲型 就容易分辨 這樣的logic也有 這個香港的醫生 在傳媒有報道嗎 是的 有 引述關家美 經常上去說 大家覺得香港市民 自己想想背後的邏輯 注射口感染時下的流感機會大減 一旦發出豬流感 醫生會區分到 豬流感或豬流感 這樣都可以 這個logic是這樣的 多久我們先休息一會 一分鐘幾分鐘之後 今晚我們會繼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方面的不同的看法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面 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 又回來 喂 DOTOR 近來 那些口罩都被人掃光了 什麼鬼都賣光了 供應商都說 你想找都找不到 一天就找到貴 另外 票白水也是 你知道 大小的時候 1比99 DOTOR我想問一下 口罩 有沒有用的呢 還有用票白水清潔 就是 是不是 work的呢 你怎麼看這件事 其實呢 戴口罩呢 在很多官方的公開都有說 其實它的成效有多少呢 可以這樣說 可能沒有什麼大幫助 因為很多口罩的目的 就是幫你防一下塵 防一些口水 它不可以幫你過濾病毒 口罩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 DOTOR你一說 我又記得當時 SARS的時候 那些 有些 醫學專家 他說 一個口罩 就是手術用的那些 是 頂到兩個小時而已 就是你不斷地悶 是啊 就是兩個小時而已 就是N95那隻 高一點 長一點 如果普通的手術用 那些 綠色那些 就綠色那些口罩 他說 頂得兩個小時而已 其實它所謂頂呢 就是頂一下 就是泡沫那些 是吧 塵埃那些 主要是那方面的 就不是真的可以幫你過濾病毒 所以戴口罩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用的 DOTOR你這樣說 雖然我們這裡是說實話的地方 但是 這個官方其實也有說的 不只是我們在這個電台說出來 這個 但是 大家有機會留意 其實很多的醫學家的專家 病毒學家都知道 這樣 但是好像 實際 為什麼人家要做呢 好像覺得有些事情做好 過什麼都可以做 雖然可能 可以這樣說 我們當然要做些事情 但我們當然要做些有效的事情 當然也有效的 將經濟又推動一下 起碼那些 口罩那些 不知道有多少錢在這裏 就推動一下 可能很多其他經濟 大大又要停退 一輪又衰退 報紙經常都說 行産指數又大跌 之類的 這件事大家都經歷過 其實真正正正 我們要做呢 可以這樣說 是增加我們的免疫能力 我們要做 任何的方法呢 能夠增加我們的免疫能力 是會是最有效的 所以就不只是戴口罩 好了 如果你說戴口罩 是不是有沒有幫助呢 我覺得呢 只是戴口罩 那個效果不大 但當然呢 我們都知道 在歷史上 大家都聽過 黑死病的經歷 當時呢 是很多香薰 製造的香薰 那些人 是全部避過這件事 可以看到 那些香薰是可以 對付病毒 對付這些細菌 各方面的存在 Dr.你一說 我看過 我當時沙士的時候 我看過一幅圖畫 是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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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鳥 一個 雀 那它是 擺 進去 香薰的 植物 把香薰的植物 就當作一種 好像一種 隔 過類 其實 只不過呢 就是香薰 香薰油 是對殺病毒的力很強 所以呢 如果大家认为要做一些预防防备的工作 就是将香薰 在空气的通道中 尽量有些香薰来装 当是一个网罩 所以如果真的要戴这些口罩 就会调出一些高质素的有机香薰 知道很多香薰是假味的 你千万不要做那些 你买的是真真正正的香薰的纯香薰精华素 精华油 滴一两滴就可以了 通常都可以用很耐下的 千万不要买一些大件夹底吃几十元枝果 酒精的香味 那不就更糟糕过不下 如果真的要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效果是更加好的 当时在历史上的黑死病 用这些面罩是可以避到难的 好了 今天如果万一 大家都不是万一 现在已经看到了 那些口罩很快已经没有了 而且不是一直不断地用的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又要换两个小时 所以第一 不万保得来 还有你根本是没有的 根本是没得用的 不够用的了 Dr. 如果真的 你知道爆些人是害怕的 一般人没有了口罩 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是很简单的 我刚才说过 其实你只需有一些 口罩是普通的一个纸张 那我们大家都看到 我们有很多抹手指 那些paper towel hand towel 那些其实很容易 所以你就找两条橡筋枯 就是折一折之后 拿个钉书机 就把橡筋 就把橡筋钉到那个纸那里 那里 上一条下一条 但这个橡筋就买一些阔身一些 不要买一些搬的标准 总之要长一点 那你就用这个 因为记住 那个有效的地方是香薰油 所以任何的纸张 在你鼻的口面前 能够令到你不断吸收到香薰油 那就有这个效果了 所以你到时真的发现没有的 又便宜又漂亮 就自己用那些paper towel 这个都可以 我相信那些就有牌 都不会卖得了 那些香薰油 滴一滴 一滴两滴 那你就可以戴几个钟头 那很容易做的 那你又不用罩着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戴口罩 就因为很焗的 那这种这样就不会全焗的 那总之 那香薰油的那种 其实不断在你口康附近 那些香薰油 那些香薰油 那个时间会长很多 是不是呢 还有它的效果 最重要 你不是要买那些味道 你真的要买香薰精华油 比如Pine 和福克系统有关 Eucalyptus groove Pine 这类的 就是和福克系统有关 当然如果什么都没有 其实都没有所谓 任何的香薰油 都会有这个效果 那好了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法 那还有什么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能力呢 因为我刚才说 不是靠打针 打针是绝对没有效果 而且打针可能更大事 其实有什么可以增加免疫的能力呢 其实大家都想过 我们每次说流感季节 香港是春天季节 那春天的香港的天气的特质呢 就是很大霧 天气很暗 没有什么太阳的 炸暖还寒 总之是暗暗的 就是太阳是阳光少的 反而在香港的冬天和夏天 都是太阳很慢的 但是有些国家通常都是说冬天 就是感冒季节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太阳的问题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记得了 我们的免疫能力 其中一个增强的免疫能力是维他命D 维他命D是最容易制造的 就是我们皮肤在太阳之下 太阳会令到我们皮肤制造很多维他命D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做一些帮助自己 就有空 但是在香港现在好处 香港现在那个春天都过了 那开始太阳又多了 那平时就有机会在外面晒一下太阳 都不用 如果有就大家不用开工 那好像沙士那时候 起码吃饭的时候 吃午餐的时候 是 带个饭盒在外面 有太阳的地方 或者是公园那里 来到吃饭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然大家知道 任何的营养素 比如维他命A 维他命D 那就是会帮助维他命C 这类的东西 那就是任何能够加强我们身体 一般的呼吸管系统的黏膜 就是所谓的完整性 那就是有帮助的 比如乳油 这方面 维他命A很丰富 那维他命D其实都很便宜 如果你真的想用维他命D 那在外国最近的资料都发现 这些营养维他命D这类的 是直接可以帮助你预防很多 有很多感冒的 就是感冒就不用一定要 流感 猪流感之类之类 其实任何感冒都是在现在的症状上 我们根本是分不出的 那只不过呢 就认为严重一点的 那就当它是禽流感 或者是书流感 但是很多时候 普通的流感都会致命的 在美国每年是成三万人 是死在普通性的人的流感 那所以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 根本上是死在这些流感的 人数其实不多 一向都不多 除了1918年 那一年半里面 三个波浪的流感 就是死了成 2000到4000 不同的估计 那当时我也试过 就是香港的流感 香港呼吸 这方面的亚洲流感 那当时死的人数都是多了 但是我也清楚了解 就是到底是什么 导致那些所谓的病人是死亡呢 就是处理手法 那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就常见到 我刚才走在马路 看到什么 哦 老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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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个人都说 咦 漂白水 就是拿了 又抢断市 没什么卖 是了 就是他们有一种 1比99 是了 就是不断的 拿漂白水来清洗 来接触 就是这个问题 杀菌 是了 大家知不知道那些问题在哪里? 我不知有没有效,不过沙士时,我大佬在水务局工作,他跟我说,当时沙士时, 香港的污水,或者排泄物,一定要过滤才排出维多利亚港,或者远远的大海, 那他怎样过滤呢?我大佬跟我说,用那些生物科技,用那些微生物来净化, 处理的,当时全部不合理,我大佬说,为什么呢? 他说,每个人倒票白水下去死,他说,你留意一下,你在东区走廊经过, 就是维多利亚港发臭,当时,是的,他这么说,我也记得, 就是很臭,维多利亚港,水质是黑色的,就是那类系统不合理,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到,因为每个人倒那些漂白水, 连那些菌都散了,那就不合理了,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其实这样,用那么多这些,那么剧烈的, 就是那么剧烈的,去处理这些, 基本上,你要洗手,一般的肺茄是足够的, 就不用用那些化学,化学,酒精,这些,不需要的, 但当然在坊间通知,他不会被花贱水拖清洗, 他就拿酒精拌� тогда, 但是我觉得... 这 alternativ method就是不处需要预防能力, 其实当时,亦都有很多医生,医学那些, 其實這樣用那麼多酒精來洗手,反而還會刺激到細菌病毒增生 因為你損害了皮膚的保護功能,皮膚的表面是有保護功能,你硬是洗手 不過很可惜,政府也是叫別人洗手洗手洗手,當時這樣 我都理解到,一般人遇到這些情況,他們覺得要做些事,有你沒有你做些事 雖然做好事很可能有反效果,像打針一樣,根本就有反效果 這個在歷史上,1978年美國已經經歷過了,死在那些針的人多於死在那些所謂流感 根本流感從來沒有出現,還有這些所謂的防禦措施,其實說實來講 真正有效的要做,在飛機上就要開空氣流通,反而他不做 所以有時候你都想他到底居心是怎樣,他是否真的想預防控制他 他的目的不是真的,他是想製造一個大的恐慌 從中而有新的法例,從全面來控制我們的全球 將來控制甚麼呢? 用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背後甚麼人出錢來資助他們呢? 就是大藥廠 有時候你想知道真相,看錢從哪裡來,從中誰得益 你會知道為甚麼會有這種情況 現在世衛叫藥廠生產豬流感疫苗 還有買多些抗流感藥,就只是這樣 就是花多些錢 我剛才不斷地把這個資訊,這是歷史上的事實 美國政府也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叫國會撥款15億美金 又是用甚麼用呢? 研發豬流感疫苗和買抗流感藥 一模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真真正正的這件事的出現 只有一個人,他們是想推銷這些藥物,這些疫苗 但這些藥物的疫苗從來未被證實過有效 所以我們說,不斷在歷史上學習 大家要不斷在網上尋找這些另外的資料 我們都不可以叫野史的了 總之主流傳媒不會告訴你,你真的要自己去找 這些資料其實都在這裏 這個資料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1918年,為甚麼呢? 當這個朋友在墨西哥市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說,墨西哥是有一間同類療化醫學院 有一百形歷史的 即是很完整的? 一百形歷史的了 我亦都認識有些醫生在那邊畢業的 我說,你應該去那間醫院 你去看看他們怎樣處理 而將這個資訊你告訴我 我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但他即時的反應說,我真的不敢做 我做完之後,世衛就馬上趕我離開 他們不喜歡的人說 他說,世衛是不喜歡的人說這些 那即是,我曾經說過 我經常在世界衛生組織 希望全世界人的健康著想 推揚各方面的醫療 即是在表面上曾經說過 但你看到,背後 完全不想你知道 其他的醫療方法的效果是這麼厲害的 好啦,我們暫時還沒有拿到 起碼我手上還沒有拿到 墨西哥和療法醫院的處理這方面的成績 但我們用回一下,我們最怕的那次 1918年1919年 當時的兩種醫療方法處理流感的成績 這陣子,無論是世衛 或者香港的醫療專家都引述 1918年那次大流感 他引述一部份 是啊,引述死很多人的那部份 但他有沒有引述有個醫療方法救很多人 這樣就沒有 從來沒有說 那要你說一下 這歷史的資料 好像當時也是 當時是不是又是賴了一些豬 西班牙流感 就是一樣 當時當然191919 沒有病毒的概念 他們還沒有認識的 總之有些是發生了 好了,我們看看歷史上的記載 其中在菲律德爾菲 有一位Dr. Dean Pearson 他收集了26,795宗流感 在同類療法 即是用同類療法方法的醫生 是處理的 當時的死亡率是1.05% 而平均在當時西醫院所處理的死亡率 是30% 有30個醫生 Dr. Pearson 就叫同類療法醫生 同類療法醫生 當時在美國是註冊醫生 有他的醫學院 有他的醫院 有他的醫院 就說 你們將你們的經驗 你就收集給我 有30個醫生 參與了 報道了66802宗的案例 其中死亡的人 有55人死亡 死亡的比率是少於1% 那很低 其中有一個醫生 報道 他在郵輪方面 由美國去歐洲 在過程中 有31宗 在郵輪上出現了 所有81宗都全部康復了 每一個人都用同類療法 這個方法 另外一艘船 在同一個路程中 在過程中 死了31個人 在郵輪的過程中 死了31個人 另外 在一間工廠裡 有8000工人 他們在8000工人 只用了1宗 1個死亡 他主要說 病人為何不死呢 因為病人沒有被藥弄死 而當時 同類療法 醫生所用的療劑 他說 那8000工人 只用同類療法的其中 一種叫 這藥 差不多只用那一種 搞定了 從來不會用阿時不靈 從來不會打針 為什麼 當時死的人 是年輕力臟的人 因為當時的 主要的藥物 是阿時不靈 大家知道 對於病毒性的感染 如果對年輕人 是用阿時不靈 會出現一種病 叫做什麼病 症候癌症 是一般人會死 解釋到 為何年輕人會死 因為 年輕人用阿時不靈 去醫病毒性的感染 即他有水陽酸 對 即是阿時不靈 這方面 導致他們的真正死亡原因 其中有一個醫生說 就算在流感方面 我一個病人都沒有死過 但只是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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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那裏 我死亡的只不過是2.1% 你可以看到 其實 根本在歷史上 有很多這方面的 很好的工具 其中有一個 在D.C.Columbia裏面 有1500 1,500宗的案例裏面 其實只不過 是死了15個人 死了 另外 有一個 在當時的醫院 叫做 國立的同學療法醫院裏面 他差不多 那個復原度 是100% 一個都不會死的 另外一個醫生報道 這個是Dayton Ohio Dr. T.A. McCain 他處理過 一千宗這個流感 他說 我有了這些 我有了紀錄 他說 我一個都沒有死過 全部都是用療法來 治療 你看到 歷史上 不同的醫生 是當時 將他們的經驗 分享 大家都覺得 那些人死 就是因為當時 阿蝕不靈 用阿蝕不靈 現在我們知道 因為阿蝕不靈 你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 更嚴重 肝衰竭 有很多症狀 包括肝衰 腦方面 是一個很嚴重的後遺症 所以大家應該都知道 好了 好 很有趣 在當時 醫生和醫生之間 大家分享經驗 交流經驗 其中有一位女醫生 好像在英國 他就說他的醫療方法 他說 我沒有想過 當時我用了一種新的方法 其實這就是同類療法的概念 用的方法 就是將病人的妥癒 口水 或者痰 將它充能 稀釋 將它轉為同類療法的療劑 給病人服用 他差不多是個個都服用 沒有一個死亡 其實可以這樣簡單 就是我們慢 如果這件事發展到不可收拾 連同類療法 也融融到清清光光的時候 大家不用怕 有百分之一百的有限的方法 就是用中國人所說的 乙毒公毒 跟我們療劑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 用回自己的口水 如何做法呢 稀釋它 例如拿你的椭液 或者套出來的痰 拿它一滴 再加99滴 水和酒精 將它撞擊50下 然後再加一滴 再加另外一個瓶 又是用99滴 酒精和水 撞擊它50下 然後再加一滴 再連續 這樣做三次 就成為三絲 這個三絲 可以這樣說 裡面的 本來的物質成分 已經少到 是天文數字 要用這個方法服用 可能一茶匙 一十三次 這樣用 當時的紀律 百分之一百 是當時的紀律 百分之一百好 由這件事看到 整個問題 由頭到尾講完 是因為我們現代的西醫 是沒有辦法 不懂得醫病 所以我們變得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全部個人的自由 完全犧牲了 所以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知道 有更好的方法 治療得到的時候 這個問題完全不會出現 即是不需要用這麼激烈的手段 現在關係 我們可以 多謝大家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這次 這些資料網上有很多 大家可以上網去 多點去探索 好 時間差不多 拜拜 好